开启档案总管,那把你Android手机的线接上去 那这时候线接上去,请你在手机呢 要从手机做设定喔 要在你的安卓手机告诉它切换成 传输档案,而不是电源喔 预设你这个 安卓手机线插上去,它是帮你充电 你要在你的手机把它改成传输档案才会出现这个 才能够看见这个喔 这时候很简单 好,我们刚在APK,对不对 按右键的复制 到这里来,那按两下进去 在哪里呢,在download资料夹 按右键贴上 那贴上的时候呢 接下来就是在手机安装 不是在这里按两下喔 电脑不认识这个档案喔 我们只是从 我们的 电脑复制到我们的手机安卓 这是我的Sony Asperia里面 那我们接你放在download 那你的手机当然我们也建议最好装类似 答案总管的东西 好,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另外还有个方法是这个 显示二维条码 如果你要用 点这里的出现二维条码这个QR Code 那么在你的手机要安装这个程式喔 AI Companion 2 你的Google Play 从小时说明一下 好,之前有教过啦 再点一遍 好 AI AI 2 2 这里 就不用再打了 Compania就伙伴 要装这个 密封封窝的程式 在你的手机装起来 启动它 然后呢 在App Inventor 这个地方 打包ADK 显示二维条码 就出现个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用照 扫描 就从 电脑 就传到你的手机里面去了 这是另外一方法 这部分也点点看吧 我现在点了打包ABK 需要一点点时间喔 那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打包的状态 等下打包完会出现一个QR Code 如果网路很慢就会花更多时间 所以呢 打包ABK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 直接在这线上产生一个QR Code 不过你的手机必须安装这个 AI Companion 2 启动这程式去扫它 另外一个方法是 打包ABK 下载到你的电脑 那就使用达案总管 复制到你的电脑 再来做安装 好了 100% 那等一下就冒出来了 好 各位看到吗 不过这个QR Code提醒你喔 这个QR Code有效时间是两小时喔 所以你不用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因为两小时以后这个QR Code就无效了 所以使用这个呢就是 如果你没有带线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当然很方便啦 照完就在你的手机就可以直接 安装来进行 执行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